薛之谦在微博发文称 我不想再寻觅了 请让我给你所有 反正我们也不再年轻了 那就再爱一次吧 疑似与前妻复合 随后高磊心发微博回应称 那么余生请对我好一点 似证实复合消息 其实薛之谦在节目中 曾不止一次的提及前妻 复合迹象似早有预兆 曾在2017年1月份播出的某档节目中 挑战真心画黄结石 薛之谦被提问道 让你一直念念不忘的一位异性是谁的时候 大方子宝现在念念不忘的女人 就是自己的前妻 从这诸多线索和爆料来看 两人复合看来是宇照一觉 今天我想问一句话想对一个人说 我觉得他虽然没有联系过 但我觉得他应该来的 到时就会有点委居 那我来习惹你 我来习惹你 死了 我有一个乘用 今天今天 一直到上海上 猜中 看吗 我来习惹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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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真是害 他来了吗 听出最新的名字 他都很新铁 加油 他很新铁 很新铁 开吧 他都来了吗 他很新铁 来了在墙上放人 看到吗 看见吗 我真的觉得这个他写灭 我真的觉得这个他写灭我的 他不想 你怎么会怕我 很嫉妒 有我在看你一遍 从难逃回 像是黑暗幻露 梦出的双眼